列王记下第十六章 利玛丽的儿子比加在位第十七年 犹大王约坦的儿子亚哈斯登基做王 亚哈斯登基的时候是二十岁 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十六年 但是他不向他祖宗大卫行耶和华他的神看为正的事 反倒跟随以色列诸王的道路 甚至焚烧他的儿子维绩 好像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驱逐的外族人所行可憎恶的事 并且在秋坛上、在山岗上和所有清脆的树下献祭和焚香 那时亚兰王利逊与以色列王利玛丽的儿子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 他们把亚哈斯围困起来 却不能战胜他 当时亚兰王利逊收复以拉他归于亚兰 他把犹大人逐出以拉他 亚兰人来到以拉他住在那里直到今日 于是亚哈斯拆派使者去见亚述王提格拉皮列瑟说 我是你的臣仆 你的儿子 求你上来 就我脱离那起来攻击我的亚兰王和以色列王的手 亚哈斯拿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宝库内的金子和银子 送给亚述王做礼物 于是亚述王答应了他 亚述王上去攻打大马士革 把城攻取 把居民掳到吉尔 又把利逊杀死了 亚哈斯王到大马士革会见亚述王提格拉皮列瑟 看见在大马士革的祭坛 亚哈斯王就派人把祭坛的图样 结构和详尽的做法送到乌利亚祭司那里 于是乌利亚祭司按着 亚哈斯王从大马士革送回来的一切指示建造祭坛 在亚哈斯王从大马士革回来以前 乌利亚祭司就照样做了 王从大马士革回来 看见了那祭坛 于是王走到祭坛旁边 登上台阶 烧他的梵祭和宿祭 又浇上他的殿祭 并且把他的平安祭生的血 洒在祭坛上 至于耶和华面前的同祭坛 他把他从殿前 从新坛与耶和华殿中间 移至新坛的北边 亚哈斯王吩咐乌利亚祭司说 要在这大祭坛上 焚烧早晨的梵祭 黄昏的宿祭 王的梵祭生和宿祭 所有国民的梵祭和宿祭 也要在坛上 浇上他们的殿祭 以及所有凡祭生 和平安祭生的血 至于同祭坛 我要用来求问神 乌利亚祭司 就照着亚哈斯王 一切所吩咐地去行 亚哈斯又砍掉盆座的边缘 把洗浊盆拿下来 又把铜海 从驮着铜海的铜牛上取下来 放在铺了石的地上 又因亚述王的缘故 他把耶和华殿里 为安息日而建造的狼子 和王从外边进殿的狼子 从耶和华的殿内拆除 亚哈斯所行其余的事迹 不是都写在 犹大猎王的年代至上吗 亚哈斯和他的祖先一同长眠 葬在大魏城 和他的祖先在一起 他的儿子西西家 接续他做王 周园 他 写下 写下 是 写下 写下 写下